像匈牧中心的话一直致力于大匈牧总群的管理 匈牧团育也是我们匈牧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与一个组成部分 今年来我们在功课大匈牧团育三难的技术技术上 不但能优化我们的团阻技术 集成了一系列包括大匈牧总群的理想管理 总共受的培育 自然交配能力的培训 繁育行为的评估 齐数监测 精准 配置等技术 在大匈牧的繁育 自然繁育和我们的双方态率都实现了出货 我们近年来 特别是我们自然交配的这个率显得极高 双方态率也从我们的50%增长到66% 所以我们这里面在大匈牧的台上实现了我们自然交配率和双方态率的这个双方态 目前啊 匈牧中心的建阳主屏数量已经达到了379只 下一步啊 我们将按照国家林场局的总体部署 不断地完善我们大匈牧人工团阻技术体系 加强大匈牧的遗传管理和研究 提高建阳主屏的遗传资料 实施科学优化配置繁殖 推动总体的扩大和总体优化 为辅当野外小种群 储备我们的总体资源 通过有话法规反顾野外总体 大家关心的 是今天我们的主教 福保 什么时候责我活问题 什么时候参加团队 怎么来挑衅他的如意囊军 实际上我们的磁性大群牧 一般是在5到6岁达到育力期 按照我们现在优生优育的管理原则 我们会通过实施全国大群牧 优化配对团队计划 来确定我们福保是不是要参加团队 福保今年才4岁 对他来说还没有到谈婚论价值 这个典礼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福这个未来 福保能顺利的找到这个如意囊军 我们也会做好领养工具 给他提供良好的这个生物环境 开展行为培训 保证其身体和行为的正常发育 为未来的他的这个参加团队做好成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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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